Deniton 大佬現在只有六十萬的籌碼 來我們的Briant Kenny 在剛剛拿九十三比人家之後 現在拿到一把石牌 Pocket Jacks 在Hijack 不知不覺我們的Briant Kenny也是擁有了兩百四十萬的籌碼 好我們Deniton Deniton這邊 照道理來說這邊應該會是個All-in 可是我覺得 他應該要考慮一下 快進前圈 這個狀況 我覺得這邊 我覺得可以使用跟住的 因為這個A5銅花還是大於 Briant Kenny的一些手牌範圍 那我覺得他這邊要推的範圍會變得很緊 就平常跟大家有講到一種 五五原則 那這邊正常說這種百分之十五的範圍 是可以直接All-in的 那 可是因為現在已經接近獎勵權 變成是說我會推得更緊 我可能只會推到 可能百分之十左右 或百分之五 所以我覺得這個百分之十五左右的 牌 我可能覺得雖然是領先 可是我可能會使用跟住的 或是蓋牌 他主要是籌碼實在是太少了 十多個BB 對 再加上又有其他的短抽 非常 非常謹慎 也是非常聰明的一次 棄牌 我發現 給你唱的他挑選的時機 特別是在這種泡沫圈 他挑選一些重要決策的時機 是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正確的 嗯不錯 這邊雖然 Briant Kenny是開的一個比較鬆的玩家 可是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覺得原本可以3B All-in的牌 可能可以用跟住的啦 或是可以直接蓋掉 因為他從往真的太少了 哇 這裡 直接在大防衛的M60 擊中了一個怪兩隊 就是他這邊選擇 選擇一個加注 對手假設不是NAS的話 那假設是一張Q的話 他可以用一個比較小的加注 加注對手 讓對手最後的時候check 他可以得到便宜的攤盤 對 就像這樣 這還是要打 還是想要做一個小的架子下注 那反正這邊 小兩隊 Ivan Leo 感覺他有點想要Race他了 但這裡畢竟是個小兩隊 小兩隊 他做了一個加注 不然Ken一定很氣說 打自己手 幹嘛打 幹嘛打出這個小小的十萬呢 就反而被Ivan Leo 在River 在Trick Race一次 因為其實如果他Race的這個Turn 在最後如果真的有一個 夠大的牌 應該是會選擇一個比較 大的Size的一個下注 而且如果 而且 Briant Kenny這麼打 他很明顯是沒有八九 他選擇Call了 他選擇跟住 Briant Kenny是非常的不信邪啊 他多省失了四十五萬 那我覺得這把Ivan Leo 我覺得看得非常的精準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Track Race 做事 可以去看看 是否要找到 好 去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